要马克的大黑狗找到了 快走快走 2021年2月6日 我带马克六弯的时候 被一只没拴绳的大黑狗脾击了 导致我和马克都受了伤 事情发生后 大黑狗和他的主人一直没有出现 很多关心马克的小伙伴 让我找到大黑狗和他的主人 替马克讨回一个公道 我凭借着记忆 画了一张大黑狗的画像 便开始寻找 黑色的狗你见不见过 没有 那时候有一个黑色的狗 你看了看过 就在我要放弃的时候 大黑狗找到了 快走快走 我发现远处确实有一条黑色的狗 但是距离太远 实在分辨不清 于是我赶紧前往确认 但是等我赶到的时候 大黑狗和他的主人已经消失了 这时候小区的工作人员 叫我去监控室查看监控 这也是最后的一个办法了 如果找不到 就算了吧 还能怎么办呢